感情基礎結婚 沒有感情基礎 相親也要看對眼 相親看不對眼 怎麼解下去 現在說到重點 為什麼沒有感情基礎 還要一直談結婚 這不是很奇怪嗎 兩個沒有感情基礎 不想在一起的人 我們現在分手 跟我們不想跟你在一起 各自過好自己人生 明明就大家眼睛都看得出來 沒有感情基礎 柯文哲也看不起侯友宜 然後侯友宜也覺得柯文哲 你怎麼這樣都看不起我 對不對 我在家裡吃吃的等你 結果你在外面還去周家 沒有人看過柯文哲 去周家 那個周家是指誰 周開聯 對 那為什麼兩個沒有感情基礎 你知道嗎 一直要說結婚 以前古代就發生這樣子 因為後面還有來自更高的命令 說你們一定要結合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是有家長在撮合婚姻 我只能說 他們的後面有家長 沒人婆 朱主席嘛 朱主席就是沒人婆 自己就沒出席 看自己就好了 不是說中國叫他們兩個 可是中國有沒有希望藍營整合出一組人 如果沒有的話 為什麼郭台銘富士康會被在中國多點開花 全部查稅 為什麼郭台銘會受到警告 為什麼郭台銘好像是中國認為說 你不要出來攪局嘛 因為你看郭台銘在裡面扮演的角色 柯文哲去郭家看一看啊 後面有一個很希望這則親事可以成的說 你不要來亂 你不要來亂 那在這個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的是什麼 藍白說實在如果你問我個人的話 我希望如果他們真的情投意合理念一致 趕快合啦 趕快合起來 變成一組跟賴清德one on one對決的時候 大家都PK嘛 大家才能夠討論正經事啊 才能夠討論國家大事 國家路線 到底政策有哪裡不一樣嘛 而不是現在我們每天在電視上看到 兩個根本沒有感情基礎的 在那邊說要結婚 你要做新娘和你要做新娘 這說起來是有趣 這個柯文哲如果用感情 如果說以侯友誼說趕快來娶我 趕快來娶我 你不覺得這柯文哲很會劈腿嗎 他一會兒批郭董 一會兒批周開蓮 然後一會兒又要批靡國民黨 他問題還不只這個 以他的個性善變 你看他當臺北市長 換了多少他的那個官員 他就算今天當了總統的話 你在真的是全國雞飛狗跳 那個部長一定是做不了三天 就要換人 以他的個性 以他的個性 所以這個人根本就不能為以重任 但是為什麼他今天可以拿翹 就是說國民黨人自己很沒出息 你有十三趴 十五趴的人跑去民調去支持柯文哲 所以他今天才拿翹 而這些國民黨人自己沒出息 所以他的拿翹是國民黨自己給他的 本來就是 國民黨如果PK就PK嘛 三個都 三個都 國民黨自己 我們怕什麼 這樣一句話就好了 至於你如果柯文哲要靠過來歡迎 那我們會更有力量 這樣就好啦 結果他一開始國民黨怎麼講 國民黨說 沒有柯文哲 我們贏不了 絕對會輸 因為沒有柯文哲 那耐青者都躺著選 所以非要有柯文哲不可 柯文哲本來是smoke potato 變成這麼大的一顆 potato 對 變成這樣子嘛 這國民黨自己把他養大的 國民黨自己沒出息 我講的這段話 其實不是我講的 包括我講佩芬姐 也有這個想法 真的沒出息 很多國民黨的基層 真的我碰到的時候 他們這樣告訴我說 齁 蔡林 我們的主席是在變成這樣 你會很生氣嘛 所以但是生氣也沒辦法 國民黨的事情 民進黨有什麼問題一堆人 現在好好解決 因為這問題就是立委的問題 要趕快解決 國民黨其實也不少 也不是民進黨有而已 其他政黨也有 都有啦 都有啦 都有齁 說是把自己的弟弟管好了 好啦 不管了啦 再來看啦 欸 我們台灣在選舉 竟然中國來戒選 而且是赤裸裸的來戒選 齁 所以很多台灣人真的是看不下去 我們看個相關報導 民進黨立委員黨團出示公文 中國台七連公告 開放2024台胞返鄉團購機票 由中國10家航空公司提供優惠機票 回台的時間點就在選舉前 總統大選又到了 又要給你優惠的一個機票啦 你算一算差不多就是六折嘛 只要你要返鄉投票的 來 買比較便宜的機票 我老公來幫你處理 中國對台灣的每一次總統大選啊 他就是有這麼多的一個花招 甚至於動不動就裝神弄鬼啊 每逢大選中國花招百出 而且今年新招特別多 海峽衛視致播的保島報導節目 找來台灣前外交官批評台灣政府 錄影地點就在台灣 相關影音上傳YouTube及抖音平台 傳出整個過程都由台辦支援 將近20分鐘的節目通告費高達2萬 就連台灣的政論節目也是中國認知作戰的現成素材 我們現在看到了很多的一個短片 就是從台灣的藍營的政論節目 然後呢他去把你做一個截錄以後啊 在這個衛視裡面放完衛視裡面這樣做一個播放 那播放完以後又製造成短片 然後用TikTok的方式 或者臉書的一個方式 或者用Line的一個方式 在台灣大量的這樣去做一個推播 從民嘴到民調 中國正利用台灣的民主自由進行認知作戰 越接近投票日 手段只會更多 不會少 然後來看看相關的一些新聞報導的標題 讓大家來了解說 中方邀深藍正媒閉門座談 邀深藍的正媒閉門座談 國安人士爆料說 他們的宣傳手法是操作三大認知的素材 第一個叫做以美論 他們在操作以美論 第二個戰爭與和平 第三個兵凶戰委等認知作戰的素材 來恐嚇台灣人民說 非選他屬意的人不可 不然他可能就會打台灣 用這種方式來恐嚇我們 第二個我們曝出了中國戒選的三招 林楚音說 世界認證的境外假訊息最嚴重 所以我們看看第一個錯假資訊短影音 中國來了 第二個虛假民調帶風向 中國會藉由接觸台灣的公關公司民調專家 來指示製作不實民調 為特定議題或人物來帶風向 哦大家看到了 我再把這個錯假資訊的短影音 也讓大家知道一下 他怎麼做 他說 條言台灣政情統整的論調 要把台灣政統整論調 接著請這些人上政論節目來引導親中 以美反美亂台輿論 同時在地協力者也會邀請前數人士錄製網路節目 最後把這些節目做成短影音 利用網路各種管道來上播 所以我們再看看第三個說 一帶一線大交流 青年一帶 基層一線是中國統戰的方針之一 隨著疫情的趨緩 台灣個人旅行不再受限 中國也開始與全台重要的公廟級學校交流 利用宗教自由 學術自由 藉此滲透影響選情 我們再來看 官媒接傅士康被查稅 反招咬說干預台灣大選 傳中國領導人不滿 哦 那不滿不滿 他講什麼 他政府當局的評估是 中國的高級領導階層對環時的報導不滿 因為這項調查很快就會被台灣執政的民進黨 拿來指控中國干預大選 以爭取更多選民的支持 其實的確他的確就是在干預台灣大選啊 我們再看國台辦嗆耐清德 他嗆耐清德 他說耐清德無奈自己 台獨騙子 立委說傷害兩岸的關係 哦我們看到了 這個是國台辦的發言聯朱鳳蓮 他羞辱耐清德想影響台灣人民對耐的觀感 國台辦說法只是在傷害兩岸關係 哦這實在是說起來很嚴重耶 朗東 哦對因為富士康被查稅這事情 全世界媒體都在關心嘛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產業 所以說國台辦現在惱羞成怒就想要轉移焦點 開始來罵耐清德 耐清德他最近有沒有對中國講什麼挑釁的話 也完全沒有嘛 他們之前還說跟習近平可以一起坐下來啊 一起去喝珍珠奶茶等等 也是有試圖丟出善意 但中國就是不要嘛 中國介入選舉這件事情的話 可以看得出來有很像勇哥已經講了很多 像你在網路上面啊 看到一些來路不明的短影音啊 影片啊 還有抖音上面的一堆 全部都是中國他有花制度下去買的 包含給很多YouTuber的一些贊助 透過一些第三方的一個跳板等等 撒了那些錢 你也不知道背後之音是不是中國的 再加上的是說明教這件事情 這是少數喔 假貨比真的貴的一個東西啊 一般來講真的比較貴嘛 那沒有 明教你真的可能一份十萬二十萬 你假的他付你五十萬一百萬就可以 慢慢調整慢慢做 做到他想要的一個效果 所以中國在不斷介入選舉 最明確的就是針對郭才明的這個出手啊 我覺得郭才明他的富士康 在這樣的壓力底下 很可能郭總真的會選不下去 因為中國派出陳文青 就是習近平第二人啊 最有持權去做肅清的 從警察中特務出身的一樣 這樣的一個人 那個中央局的政委 他下去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誰去挺郭台銘的地方官 我全部把你一起抄掉 所以郭台銘遇到這個狀況的話 當然是影響非常大 我覺得最痛心的是說 國民黨 民眾黨 這件事情現在沒有一個 非常嚴厲的態度去看待 你不管台灣人要選誰 是台灣人的自由 你不是中國人叫你要選誰嘛 那中國明目張膽的就是說 我要整郭台銘叫郭台銘選不了 結果之後賴清德 很明確的說出來中國當時不對的 然後呢這個國民黨侯友宜 完全不敢針對事情 說出一任何一半句話 所以我覺得 中國界選的事情是一直都有 可是台灣人民有沒有一個 獨立思考的意志去對抗 以及這些政黨的領袖 特別是國民黨啊 還有柯文哲 他到底這件事情有沒有一個態度 還是要樂見其成 就是說反正中國都做幫我啊 中國不會罵我 所以我們最後 我最後結論是這樣 你看到喔 為什麼國台辦只罵賴清德 他不會去罵侯友宜 不會去罵柯文哲 因為侯友宜在示好嘛 現在就在那邊改說什麼 喔那個中國籍新娘啊 然後呢這個什麼四個月 什麼四年 他四年就要給宗沛身份證 這件事情我就去講 香港就是慘通的經驗 在二零一九發生那麼大的反正中事件 之前中國就不斷地 就是開放很多這些中國籍的移民啊 跑去香港這個行政特區 不斷地去洗去改變這種地方 這個生態 如果因為中國他 我不是說中國籍新娘 我對他有什麼意見或歧視 而是中國在統戰部分 有特別針對中國籍的去做組織 透過中國籍的一個配偶 去影響台灣的一個輿論 侯友宜在完全瞭解 在明明知道這種狀況底下 還要去把他去做縮減 這已經造成國安上面非常大的破口了 所以我們看到了郭台銘 中國查富士康 那連外媒包括其他的相關的重大 這些我們國際上重要的外媒都講說 這是赤裸裸的介入台灣的大選 外媒都這麼講喔 可是我要問大家一句話就是 郭台銘如果退選 假如逼他退選 請問誰最高興 因為本來國民黨本來都希望 郭台銘不要選嘛 民眾本來都希望郭台銘能夠跟他合 而且是當副的嘛 所以換句話講這兩黨是最高興的 應該是這樣子吧 然後我再看到了 反而是奈慶德 再支持這些台商 呼籲中國不要對我們台商 因為台商對你們有重大的貢獻 所以也希望我們台灣聯盟要挺我們的台商 不過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 這個是石板明夫 日本的一個駐台的記者 他說台灣大選開始駐洋變色了嗎 石板明夫說對岸終於出手了 這幾招出手可謂是穩準痕 無論哪裡的時機爆料的方式都恰到好處 給我的感覺是對岸終於出手了 對岸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 終於選定要支持的候選人了 而跳下場來了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是對岸那一定還會有後手 民進黨還會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處於挨打的局面 再看看自由廣場裡面 林寶華的專輯講什麼 在富士康查說北京借選整合在野 北京幫忙在整合在野 所以我們再來看看這一個 中國借選的新招邀名嘴 邀民調的負責人去參訪 當然去中國參訪 接中國短陰短陰介入台灣大選 另外呢要扭轉台灣民眾反中親美 江蘇台辦密招名嘴溝通 再看看中國借選陰招曝光 大選民調恐怕被加料 這都是靜新聞出來的 另外呢 中國找台灣名嘴錄影 架碼好驚人 還用短影音操作認識戰 我們來看看海峽衛視自播的寶島報導節目 每週一是在國內 某間電視台進行錄製 並由該台工作人員協助剪輯 供其他節目運用 相關短影音再上傳到YouTube及抖音的平臺 整個後製過程都由台辦支援 每集節目播出時間將近二十分鐘 通告費高達兩萬 他說二十分就兩萬耶 真好賺 行情遠遠超過一般電視台 政論節目的通告費 哇 比較好賺耶 接民 哇 有這麼好嗎 兩萬塊他其實只是給你這個人民幣相當的資金 就可能兩萬塊是多少人民幣 但是他包你的機票 包你住宿 就是如果你要住那邊 好 全部加起來 所以那費用絕對是超過兩萬元 那為什麼要這麼大的手筆做呢 當然就是製造題材啊 好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富士康 當然現在講民調已經開始擔心了 因為最近已經有些民調 把柯文哲做的跟賴清德差不多了 甚至有民調已經把柯文哲做超過賴清德了 動作已經開始 我記得在上禮拜四的時候 其實新聞就已經出來了 中國開始戒選 剛剛主持人有談到 到底這次富士康的事件 是這麼單純嗎 當然不單純 因為習近平做夢沒想到 這個事情已經變成國際新聞 總共包括紐約時報是開第一槍 接著路透也開始開第二槍 接著日經也開始跟著報導 那最大的報導是金融 這個英國的金融時報 完整的描述整個富士康的事件 他炒你的土地 查你的稅 那我們就要知道 這個查這個稅之後 你知道我要這麼說 郭台銘其實沒有直接影響 因為他現在就手上有股票 說真的他的股票成本可能十塊以下 因為他每年領這個稅金 領股票的發放 他可能是十塊以下 但是重點事情是 在中國的台幹 那問題就大了 因為如果真的有出現查稅的話 這些台灣會被抓捏 你知道在中國只要有稅務出的問題 他可能最高可以判到二十年的行責 所以回頭一件事情 他是要這個方法 來逼郭台銘自我認知 但是沒有想到全世界注意到了 全世界都擔心要不要投資中國了 所以習近平才開始說 這事情不開心 其實我們之前就知道 習近平可能不開心 但問題事情是 李強現在已經被管束了 整個國務院其實就是 習近平的中央辦公事 這難道不是習近平幹的嗎 但我覺得道理很簡單 我給這個 這是每一道電子 不過我現在講民調會越來越擔心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不知道 哪個民調是真的是假 不過我們先用這個做參考 先看一下 今天假設藍綠真的合 以政黨的輪替來看 他是31.9 這個支持民進黨是31.1 所以如果無縫接軌 這兩個政黨合在一起的話 是贏過了民進黨 但有個差別 你要確定能夠贏過民進黨 就是要把這五黨籍的幹掉 這5.6% 這5.6%是誰 就是郭台銘嘛 所以把郭台銘幹掉 這5.6%是不會到民進黨 會到這邊來 所以才有可能更穩定 政黨輪替嘛 那當然現在 這個國民黨出不了招啊 民進這個民眾黨 又好像跟郭台銘 似乎有一些格格敵 所以這個共產黨不等了 直接切入喔 但是我覺得最誇張的事情 侯友宜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知道2015年的時候 只要在台灣的中配 他待滿半年就有健保了 結果侯友宜 他是新北市長耶 他竟然說一下 現在台灣的這些陸配沒有健保 我不知道你哪裡想到的 你是新北市長已經幹了七年 怪不得他說他當前任市長 這是一個笑話 但是剛才朗東已經講很清楚了 你知道縮短年限是現在香港人的惡夢 所以回頭一件事情 我可以確定一件事 公廟一定開始公啊 還有一個沒有講到的電台 電台其實是上次攻擊最厲害的地方 為什麼當時韓國瑜大勝 我想旁邊這邊有高雄的議員嘛 當時高雄電台是怎麼去幫忙韓國瑜的 那個鋪天蓋地 由南往北整個電台輪陷 這裡面我覺得最可怕的事情是還沒看到 就是電台的問題 這才是未來要值得注意的地方 所以佩文姐 喔這中國的界限真的很可怕 邀明嘴邀明掉負責人去參訪他們 然後呢當然開密室來溝通 然後所有呢 那侯友宜是不是上當了我不知道 他竟然說中沛取得身份證 年限縮短為四年 他竟然提出這個政策 結果網友齊鋒一片罵 罵聲連連說你侯的政見叫做木馬屠城 拜託有這樣子了嗎 其實我看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知道剛剛講說那個中國介入 那是美國是下指導期 我不支持台獨 然後兩岸要對話 但是老共是出手是真的是下手 就真的介入 美國只是指導期 我就是不支持台獨而已 原則上 他是講出他的希望 對他的希望 但是老共是真的下手 但是問題是 如果郭台銘的那些 比如說法國的 富士康的土地運用 你知道嗎 當年是給你土地給你建廠 但是你到底怎麼做的 不知道 那我的感覺是 到今天為止 郭台銘沒有出面